今日的依知国股推介就是 信义光能968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华组 简选原因是 新能源股是国策主题 当中资金追捧光伏股 市场看好光伏需求增长 加上未来光伏发电成本持续下降 企业成本效益提升 股份看好信义光能 信义光能主要收入是来自制造和销售光伏玻璃 公司上半年盈利增长近1.2倍 到31亿 接近早前迎起预期的上限 信义光能维持产能扩张步伐 今明两年至少有8条1千吨日容量的 光伏玻璃生产线投产 Magnetic有助加速提升集团的市占率 预料是带动盈利增长 考虑到光伏玻璃价格回稳 以及公司加快扩展产能 信义光能可以提好 策略上有货者可以继续持有 未迟有货者可以等到16元以下收集 上网20元的五七首14.5元就减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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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